各位足智商的朋友 大家好 經過星期六日 星期日的成績都相當不錯 在節目提供 四場裡面有三場中中了 最可惜就是曼聯對韋詩咸的那場 只差幾分鐘半和就到手了 但那場球其實上算的預判是不差的 相信大家都有些獲利 今晚因為星期一晚上 所以球不多 但比一場比較冷的球 英甲賽事 普利茅夫這場球將會主場對著艾薩德成 這場球很簡單 主場的普利茅夫近期狀態不錯 而且暫時在前列位置也要爭促一番 挺有鬥心的 最難得就是他們入球能力相當OK 除了正選前鋒的夏迪和韋達卡之外 連後備前鋒安尼斯和高斯加夫都有進帳 入球數字也不錯 所以這場球在轉型營戰之下 應該煮WIN沒問題 小地星期一晚上早點睡 第二天早上起床 希望已經瘦迷了 當然大家很踴躍參加我們足智室的群組 大家記住這個號碼 就是590-11668 590-11668 至於有些朋友也關心 世界杯就到了 你們說的套餐是怎樣呢 就是688元 包括了世界杯裏面的比賽 到時候那個月 大家多謝支持 也希望多些繼續捧場 以激勵我和阿維 足智室繼續給大家更多好料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再跟大家說一下 有什麼推介 到晚了 到晚了